Hello 大家好 歡迎到Y.A.Ballery 久違的文具店人生系列 我們這一次來到了台中 要來參觀一間被譽為是全台中最美的文具店 果農文具曲 我非常期待可以看到他們有什麼樣子很不一樣的選品 那我們就一起進去看看吧 從門口就可以看到這一棟兩層樓的老宅建築 充滿濃厚的日系風格 在書寫念名的字體選擇 還有外牆和木門的顏色搭配上啊 都可以感受到一種典雅的氣質 希望我們抵達的時間是傍晚 從日光照耀的時候到夜幕降臨 直觀的感覺就是不一樣的美 那各位可能會好奇啊 說這個店名是怎麼來的 根據網路蒐集的情報 果是老闆娘在IG的名字 NO是日文的的 老闆娘平常喜歡玩文具 但政治工作是音樂三關 所以用了文具曲這個名稱 這個搭配著實有一點浪漫耶 也很讓人期待 它的內在還會有多少驚喜呢 那就準備進門吧 走進果農文具曲 我們先看一下整體環境 是我非常喜歡的風格 有著磚塊痕跡的白牆 搭配木頭色調 讓這個空間呢 光是看著就很舒適 很適合常住在這裡耶 我們先往進門之後的右手邊看去 可以看到一座很有質感的旋轉樓梯 不過二樓還沒有對外開放哦 這個區域呢 用了很多心力在呈現一個品牌 叫做Krimugen 創作者呢是住在歐洲的日本人 主要風格是1920年代左右的歐式復古 所以啊你可以看到這一些繪畫和小印章 都帶有一點年代感 那這種氛圍延伸到了紙材和木頭上 讓我有一種身處於舊時代的體會 那我們在好好品味了Krimugen之後呢 這個區域哦 還可以看到一些 來自Awagami Factory的便條紙 小青青風格的紙膠袋 還有這一種從盒子開始就很漂亮的 日本山天便條紙 小小題外話哦 業者對於這些陳列的商品啊 都會用面簽紙寫下商品內容 很貼心 而且字真的很美 我們再來看到這一邊 有一整區的沙線 大多是日本京都的品牌 除了單色之外呢 有一些呢在一卷裡面 這種和不同的顏色和質感搭配 我覺得很美 不過我本身還沒有學到 要如何好好使用沙線的技巧 那我們再看到進門左手邊的區域 另外呢我是在2022年的年底 造訪這家文具店的 所以這個時候啊 這一張桌子上呢 放了很多 旋爐的新年兔兔印章 各位看一下這些小兔子 是不是有濃厚的日系風情呢 而且旋爐有一個很提心的安排 是他們的DM上面啊 都會有新年印章的相關應用 所以就算不太會玩印章 也可以輕鬆上手哦 繼續往牆壁的方向看去 日系的紙膠袋們 還有一些信紙小卡這類的物件 我本來以為啊 我不太會再買一些盒紙膠袋了 結果啊 有一些商品的圖案啊 真的很吸引人耶 所以我是理所當然的 馬上器械投降購入 再來左半邊的區塊 套藏部分啊 可以看見他們使用了大片的木製櫃 只要帶的數量不分少 不過對比這一面的印章強啊 就是小無見大巫囉 可以一次看到這麼多 很有舉感的日系印章 真的是很香很快樂 也利用鏡頭給大家評判一下 有了印章之後呢 搭檔也不可以忘記的 這邊有很多印台 像是吉達的日本傳統色 還有月貓等品牌 以及我們先前玩過的DIY印章組 我也是時候挑選了新顏色 核心的空白印台啦 噢 這邊這個信封信紙很可愛 還有小小顆印章 這種擺放整齊的樣子啊 看得是十分身心舒暢 那這一區啊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小日曆和一些小便簽 繼續來看到 以旋轉樓梯為分水嶺的區域了 這邊呢 我個人定義是 便簽便條紙和貼紙的小天地 各位看一下喔 這邊的數量啊 真的是沒有得開玩笑耶 這一區 以日本表現色的便簽便條紙 和一筆尖等質品為主 我們隨機翻譯一下喔 你看這每一本內容啊 都很有誠意的呈現出各種花色 如果是地區主題啊 也會有相對應的插畫 這邊呢 也有這個品牌的便條紙喔 好 那我們繼續再翻看一下 這些紙品和小貼紙們 好 我們發現到懷紙 這和店家的日系風格啊 是相得益彰 這邊還有京都的品牌一筆尖 欸 各位看看 我找到這一種古色古香的圖樣喔 經過一兩個鐘頭的品味啊 身心靈盡用質感文具的空間 獲得療癒 我離開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那我們就轉身回家 來欣賞我的戰利品吧 好 來看一下 他們家的紙袋啊 都有應品牌logo 很可愛有值得收藏喔 先看到這兩本 來自由哈庫的半透明便利貼 都是苗凸具材質 搭配色塊線條等設計規劃 我選擇的是適合打底的復古色 還有這種文青的黑白色 那先前我有說過啊 我是去年底到這家店逛逛的 那個時候還沒有到農曆新年 所以我因應兔年 買了兩顆兔兔印章 一大一小剛剛好 我也優秀的把DM帶回來啦 應用的時候呢 可以參考上面的示範進行 好 那買了印章 也要增加一點色彩 我再一次回購了奇奇達的 DIY空白印台 和這罐新顏色墨水 等時機成熟啊 可以和我先前的顏色 一起搭配軟色 再來同樣是日本的紙品 我選的是這一款復古的色系 這一本呢 有10種銅色系的紙張 一色各10張 每種材質都不太一樣 很適合拼貼打底 那我當然是買來之後 就立刻和朋友分享囉 接下來同樣是日本的品牌 看看我買的兩包雙色面籤 一本有兩種顏色 你想要一次用一整條啊 還是把每一個小框框都拆下來使用 都很適合的 因為它還附有十分貼心的彩線 繼續來看看貼紙包 這邊的貼紙啊 我是買一些框框類的 很適合當成禮物的包裝小卡使用 質感和實用性兼具 喔呢當然我還有買兔子便簽啦 兔年買兔子商品真的是非常的合理 我很久沒有買這種沒有離型紙的紙膠袋了 可是呢我看到手指射出的這兩卷真的是忍不住欸 各位看一下 這上面的圖案這種質樸手感 每一陣畫面都可以單獨變成一個可愛的小風景 貼到月記室手帳裡面一定非常適合 最後呢是購物的小禮物 我們可以看到有小貼紙 明信片和品牌的Logo小卡 他們的Logo也是Klimorgan的風格喔 好啦這一次開箱結束了 希望各位也可以感受到這一股日式香氣 這間文具店 從裡到外都建構出十分遙遇的氣質氛圍 如果您有到台中走跳的話 記得不要錯過這一股日式魅力喔 老宅中的日式文具寶藏地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想要分享的事情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文具店人生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